大家平安 大家辛苦了 天災再加上人祸 我想投资朋友最近 是非常的辛苦 又赚不到钱 对不对 万一染疫中了 还希望能够怎么样 平安的活下去 这是什么人生 对不对 所以老船长常常跟大家报告 我们应该怎么样 把风险降到最低 因为我个人觉得 很多的事情 它都会过去 你不要等到 有一天风平浪静 雨过天青的时候 没钱 是吧 台北股市 从今年的一月就跌跌不休跌到今天 那这一段日子 我给大家看 王冠的AI 人工智慧系统 电脑科技告诉我们 台北股市 它一直在空头的架构 今天还需要再看一次吗 不用不用不用老船长 当然是继续空啊 对不对 继续空头的架构 我没有叫你们去放空 因为在看我节目的观众 十个有九个九都是做多的嘛 但是王冠系统会告诉你 这一档股票 它现在是空头架构 打差 你不要去碰 老船长有没有跟大家报告的非常清楚 有哪一个字 是大家听不懂的 都听得懂对不对 那差别在于哪你知道吗 就你我之间差别在于哪 我给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 好 今天有一档股票 让很多投资人心碎 在涨的时候 你那些分析师 哇 讲得天花乱坠 这疫情 现在要解封 然后怎么样 我们要跟这个病毒共存 所以这个飞机 飞过来飞过去的时代 又要来了 要开放观光了 航空股要大涨了 对吧 那我是不是常跟你开玩笑 我说你就搬到玉山观车站去住嘛 这些人讲的话你都不要听 都没有听过 报章杂志媒体都不要看 你只是有一颗想要买 航空股的心 对不对 所以你昨天 因为今天航空股摔死 你看2618 你看一下 今天长龙航摔死 对不对 我是说股价 不要乱想 那你昨天去买他的 今天完蛋没有错吧 那你昨天会不会去买他呢 如果你是一个 一般的投资人 或者是你的老师 他很有可能 昨天带你去买 长龙航空 因为看不出来 这是昨天嘛 昨天你看得出来能不能买吗 你看不出来对不对 看得出来吗 我把这边赶成你们习惯看的量 这昨天嘛 昨天对下来是这个嘛 有没有 啊量缩啊安全啊赶快买啊 今天怎么样 是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拥有 王冠AI智慧系统 你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嘛 对不对 我说过有眼睛 有一根手指头会动 20岁到80岁都OK嘛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 把你的手指头拿来按一按 然后我们马上看到 这一档请导播先照镜 是不是长龙航空 没有错吧 好 我们来看看昨天在哪里 也请导播拉到最近 昨天长龙航空走入空头架构 很清楚吧 这个你不要跟我说 你看不见 对不对 没有错吧 那昨天你看轰天雷 你看得出来 这个对下来会告诉你说是 走空了 那请教一下 王冠智慧系统跟轰天雷 有没有差别 当然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在你家 看的那台轰天雷 可以拿去丢掉 换上怎么样 我们的王冠AI智慧系统 所以你昨天看的是轰天雷 你会去买长龙航空吗 你如果看的是王冠智慧系统 老船长有交代 那个空方架构打X不要买 那今天这个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 跟你一毛钱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少赔多少钱你知道吗 对不对 老船长你讲的很有道理 好我们再往下看 6508 来我们一起来看 6508 这一档是什么 汇光 这名字取得也满有意思的 汇光 我要去买一档股票 不知道会赢还是会输 汇光 没有啦 这个纯粹是同音 那汇光我们看一下6508 今天也是打到快跌停板 对不对 好 那你再看一下 这一档更清楚 来请导播照这边 有没有 123456 哇 这上个礼拜就已经翻空了 今天汇光快跌停 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三个字不可能 对不对 老船长很想 一珠接一珠 一珠一珠来 带你看完一千多档股票 因为这么多观众在看小弟的节目 这个要看那一档 那个又要看这一档 我没有办法全部讲完 那是不可能的事嘛 对不对 但是我尽量用怎么样 很客观的例子 让你们这些观众朋友 一听 老船长没有诈骗的空间 是真的 那你就会明白到 同理可以去怎么样 看看你手上所有的股票 你现在手上几十档 对不对 都是Your teacher 你的老师带你买的 今天盘中嘛 对不对 你很害怕 很担心怎么办 对不对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噓 不要告诉别人 你的老师 Your teacher 盘中比你还要紧张害怕 但是你不要搞错 他不是紧张害怕 他带你买的股票下跌 让你们损失惨重 不是哦 你不要搞错哦 那老船长他紧张害怕什么 他紧张害怕你要退费啊 你们搞懂了没有啊 你们搞懂了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嘛 你不要再去相信任何这些投顾老师 因为我个人觉得 只要是人都有可能会说谎 那全国投顾分析师 只有我一个分析师 这十几年来敢在节目中发誓 说我节目内容说谎不识 我下十九层地狱哦 跟你们没有关系哦 不得好死哦 我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我为什么要讲了十几年 就是因为太多的投顾老师都在骗人嘛 你看到网路很大投顾有没有 每一个老师都天天大赚永远涨停 我相信你们去参加的通通都挂掉 刷存折都归零高 对不对 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都回来 老船长你讲的话一一印证了 对 这人的心啊 你一旦贪啊 你就被魔鬼占据了 你知道吗 叫人砍掉了 那现在很简单嘛 你不相信这个老师 不相信那个老师 甚至你也不相信老船长好了 没有关系 你相信科技 电脑他不会骗你 对不对 一秒钟所有的股票 只要一秒钟 可不可以买 各位观众有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后面还会再补充说明 我们怎么样把科技上的不足 把它补到怎么样 几乎完美 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 听老船长讲一句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明天开始 你就是股神 很多事情你不踏出第一步 也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 好不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大家很熟悉的高端6547 大家看一下 这一支股票已经走空很久了 看到没有 对不对 他也不是没有辉煌过 你在这边买会不会赚翻 这里 这里买 这中间有黑K都不要理他 全部都是怎么样 续报 到这边告诉你翻空 你去买就死了 有没有 到这里又怎么样 又可以再买 很清楚 我也常常劝你们 哪怕他走了一段大空头之后 他翻多了第一根红 你跑去买 对不对 很OK 但是你赚了二三十% 你也不用太贪心 讲真的 老船长有的股票涨一倍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换另外一档做 因为有一千几百档 你知道吗 你上班很忙 你没有办法一直盯着看 这些工作交给老船长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怎么样 注意看 老船长现在就是要带你买 王冠低跟红 我给你看了这么多的股票 你会发现 王冠低跟红 后面往往有大波段 但是我要在这边教学一下 因为每天现在好多人来安装 你们要知道 有些股票它怎么样 翻空之后 过了五天它又翻多了 可是那个位阶都是在高档的 那种低跟红你们不要去买 因为那种低跟红它的左边 我们常讲技术分析 左肩右肩 它的左边有大量的套老区 老船长给你们讲大波段的 低跟红的往往都从底部上来的 你买这种就好 那有鉴于此我研究软体这么多年 我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身为一个分析师 我希望我所有的会员 他们手上都有一套这么棒的系统 但是最后决定要买哪一档的 这一件工作交给小弟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就完美了 因为有些股票我会看 比如这主力股 这个坑杀了或怎么样 打叉不要买 这个我也会帮你们怎么样 再一次过滤掉 那你去想 一个完美的AI人工智慧 它一定有它的缺点 如果配上老船长的专业跟头脑 这样子就可以让我的会员 讲真的 不开名车不住豪宅都很困难 但这需要时间 因为刚刚好 这个月是大空投 所以你们还感觉不到大赚的威力 但至少已经把 几乎所有的风险都怎么样避开了 导播 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投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 轨距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等你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让更多人心碎的金融股 国泰金2882 大家不会陌生的 老船长 这股票这么机忧啊 跌死人了 各位注意看 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 国泰金翻空了 在这里 你看不出来的 有没有 这都红K 老船长 不要乱来 告诉你走空了 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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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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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清楚 今天继续下错 你昨天不应该买 你前天不应该买 你大前天不应该买 你上个礼拜不应该买 你上上礼拜不应该买 我讲完了 老船长这么容易啊 对啊 一秒钟 再来一次 一秒 一秒 它有没有可以买的时候 有啊 对不对 这里可以买啊 赚一波啊 这里可以买啊 大赚啊 对不对 所以 王冠系统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你去买 它是安全的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一个多头 它比如它涨了三个月 你非要到两个月 零二十天你再去买 老船长 那这红的啊 对啊 那我只能说你脑子有问题嘛 对不对 买什么 买第一根红啊 买第一根红你听得懂吗 你不用怕 错失行情 一千几百档随便你玩 玩不玩啊 赵伦啊 这一支第一根红你赚了三天跑掉 再换另外一个第一根红 对不对 你在上班你 你又要做别的事情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买 对不对 第一根红是哪一支 你找一千多档 眼睛都变成熊猫了 不用 只要是我的会员 我说过了嘛 就免费这一套帮你装好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呢 甚至你装好以后 你放在桌上 你到处去做你的事情 你都不要看 没关系 我的口信 响起我本人的声音 告诉你要买哪一支的时候 你去买就对了 同时你可以看看你的电脑 哎呦 真的耶 老船长你怎么这么厉害 第一根红你都知道 我当然有办法了 你放心好了 好 再来我们再来往下看 这一档股票1708 大家很有印象 市场上很热的时候 热到突然有一天 我说不要再碰了 阻力出货了 你们记不记得 我坐在这边讲 很多人不相信我 说他会再拉起来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 我很笃定告诉各位 因为那时候是4月份 大家记不记得 4月份的时候 我自己私底下 已经在怎么样 早就可以看王冠系统 完全都好了 我5月份才推出来送给大家 所以4月份的时候 注意看 我就已经看到了 来1708 这一支也是让很多投资人心碎 有没有 看到没有 这里是4月份 我就知道了 4月份了 这边我就知道要跑 不跑 是 有没有再拉上来 没有 你们买70几块的 今天多少了 看一下 剩下52了 再来 钢铁股 我是不是叫你们不要碰 然后我是不是讲大成钢 做完了 很多人不相信我 很多人不相信我 我那时候就是看了王冠指标 来注意看 至于王冠指标 为什么那么准 是因为老船长设定的参数超准 看到没有 有没有 这里 来对上来 有没有 这里我就叫你们跑了 10 C 所以这几天钢铁股下跌 东减大跌跟你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这个没有买 那个也没有碰 你渐渐你会发现你的风险都避掉 这几天钢铁股下跌 蒋南梯的你要买也买一个 他还在多方架构的 多方架构也有套牢的时候 对不对 比如他这样涨一涨在这边晃 再拉一波 那你看下面下面全部都是红的 很简单 这个道理我再给你们看 马上印证 来大成钢 这里有没有 这边是不是在整理 在混 有没有 混啊混啊混 你对下来看还是多方 所以后面这一段喷出照样赚得到 看到没有 老船长讲话 我不会信口开河 这准到吓死你 因为你看轰天的一般的K线 你以为结束了 或是你还以为是多头的时候 其实他翻空了 就好像长龙航空一样 或是你以为他翻空了 其实他是在整理而已 他还是多头架构啊 后面那一段你还是赚得到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操作股票 我们没有一个人工智慧的系统 来跟这个市场上打仗的话 我们只是靠参加那种 会骗人的头顾老师 你看最近还骗不骗 都在讲东讲西解大盘 鬼扯淡啊 会员几十档股票全部死了 那都已经随便一档都输几十% 你要知道我太了解了 那你们把这些会费 来安装怎么来参加我的会员 我送给你们 都划得来啊 那以后你在家里面 人家跟你讲说 听说一只股票可以买尼岸 骗鬼啊空头架构 对不对 或者是人家跟你讲说 这只股票好像要涨了 有消息怎么样 你一看 刚好王冠第一根红买下去 所有的判断都不需要花脑筋 而且是一秒钟 各位观众 你觉得这样子操作股票比较好 还是你现在的情况 你现在的情况 就好像你十年前 比如说你来股市十年了 就好像你十年前来股市是一样 没有改变过 你永远都是在听消息 找名牌 或参加头顾老师 对不对 然后头顾老师就跟你讲 这边只跌了 我昨天开车还听到 那个鬼扯淡的 那个广播里面的老师 那个主持人问他 老师这个跌了 跌口已经跌完了 只跌了 今天再跌三百多点 完全睁眼说瞎话 鬼扯淡 这些我私底下我都有认识 他们每天在照业障 胡说八道 蒙对了就好厉害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相信科学 相信科技 各位观众 老船长的肺腑之言 现在是2022年 经过了天灾 对不对 COVID-19 人祸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你应该可以体会到 人的贪婪跟恐惧 在这场股票战役里面 输得半死 对不对 已经很多人都已经对股票 完全都害怕 包括你的老师 这个时候我们敲着二郎腿 在家里面 怕什么 来 任何一档股票 来 一秒钟 各位观众 棒不棒 对不对 再送你一支最大的台积电 看一下 你看台积电 从头到尾都是空 都是空 还想看哪一档 看不完 老船长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一支 那个又说 老船长 我这边有八支 不用 把这一套装好就好了 你把这个装好 听好 你把这个打电话进来 把这一套装好 你就是我的会员 因为我送给你的 我先讲 我现在是送 包括台子旗也一样 古王跟旗王 我都是送 送到我觉得套数够了 我就不再送了 换句话说 你以后参加会员 还没有送 你这要另外买 趁现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 我一口气把两套 二十几万全部送给你们 而且由老船长来带着你操作 那简直是如虎添翼 各位观众你去想 有这么厉害的 可以打败所有分析师的系统 因为这个参数是我设定的 我设定到几乎省准 再加上我的经验诚信告诉你 这个地方就算是第一根红 这一档不大OK 我们也不要碰 现在在跌 等到开始反弹的时候 我告诉你 很多股票会飙上去 你听得懂吧 你现在就是把你的最后一桶金 来找古海老船长 然后你今天打进来对不对 明天你装好之后 你会发现你不再是散户 你就是股神啦 谁敢再说你是散户 没有人敢 任何一档股票都考不倒你 因为你都是一秒钟啊 谁可以做得到 只有AI人工智慧才做得到 任何分析师都做不到 一档股票都要分析很久 包括我在内 那不用把这些想法 原则全部设定为参数 通通一秒钟 我现在很期待台北股市落底 开始反弹的大行情啦 我就会带着我所有的会员朋友 你们自己看 王冠系统低根红 这次可以买 躺着买 倒立着买 闭着眼睛买 压房子买 我告诉你 哪有分析师是我们的对手啊 广告中 你要不要拿起电话来 安装好之后 明天你就是股神 好好想一想老船长讲的话 现在开始拨打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